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委员表示 剔除华为中心设备 牛油果变艺术品 专访世界冠军雕刻艺术家 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新闻 首先带您关注 在10月30日晚上 纽约州部分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 极端天气共造成了超过24万户断电 纽约州宣布11个郡进入紧急状态 极端天气在万圣节夜晚突袭纽约州地区 强风和大雨造成多处树木倒塌 砸坏房屋并造成大规模断电 周四晚 纽约州长库默在纽约州中部的多尔维尔地区 陪同救援人员使用救生艇 营救被水淹没房屋中的居民 库默表示 目前已经有数百居民因淹水被疏散 库默介绍 极端天气共造成24万1千户断电 将近60条道路被迫封闭 纽约州已经宣布上周11个郡进入紧急状态 当局提醒 由于道路封闭和路面积水的原因 出行的民众需要更加小心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导 为周日即将到来的纽约马拉松做预热 周五 超过1000名纽约市的学生慢跑中央公园 笑声吹响 纽约市学校的孩子们卖力往前冲 能够出来动一动 他们脸上都带着活力的笑容 我感觉很棒 但也很累 跑到两旁 有热心的家长 老师 民众为他们加油打气 活动也请到了专业跑者给孩子们做榜样 尽管是坐着轮椅的孩子也积极参与 回到终点线 众人为他鼓掌 跑完400米全程的孩子都可以拿奖牌 我感觉很无聊 要有趣 但要做得最好的 你不用很快速度 要紧急 这个由纽约库跑者主办的活动 是为周日的纽约马拉松做预热 周日的马拉松将有5万名跑者参与 他们将从史坦顿岛开始 环绕纽约市五大区 最后回到我们西亚所在的这个中央公园的终点线 新唐人记者王愉鹤 唐晨 纽约报导 或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在周五 纽约州的儿童安全座椅法案正式生效了 带您关注 纽约州成为全美通过儿童安全座椅法案的第十个州 该法案在这周五正式生效 法案要求两岁以下的孩子坐车 必须配备面朝向后的儿童座椅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婴幼儿的头部较大 面朝后的儿童座椅能更好地支撑他们的头部 颈部以及背部 在2014到2017年 纽约市警察局开出了超过27000张 违反儿童安全座椅的罚单 纽约州数据显示 超过4000名儿童因车祸而致死或受伤 其中25%没有使用面朝后的儿童座椅 33%的儿童没有任何安全装备 新唐人记者 柯丁廷 纽约报道 纽约中央公园的马车不仅是一项传统的观光项目 也是公园里的一道风景线 不过未来当天气不佳的时候 可能就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本周纽约市议会通过法案 保护中央公园的马匹 来看报道 一年四季 无论是春风拂灭还是雨雪天气 中央公园的马车总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30年前 纽约市已经通过法案 禁止马匹在90华氏度的天气下工作 不过 在动物保护者的倡导下 本周纽约市议会再通过一项新法案 将禁止马匹在80华氏度和氏度达70%的情况下工作 尽管马车行业表示 他们把马儿的健康照顾得很好 但仍受到动物保护组织Niklas指控虐待 该组织对本台表示 虽然没有适当文件显示马匹受到高温困扰 但他们收集了可以作证的视频录像 比如这段视频 在全市范围的沿着预警期 马儿仍在工作 我们不会让鱼子在几百公斤的热气流 马车行业对此否认 并表示人们不懂他们和马儿之间的关系 我的名字是罗米欧 我的鱼子是Yuliet 罗米欧表示 如果法案最终签署成为法律 他们将不得不考虑工作更长时间 来弥补可能损失的时长 新唐人记者莫雷诺 雨婷纽约报导 带您关注致命的埃博拉病毒 目前正在非洲国家爆发 周五 纽约市公立医院庆祝成功在5年前 治愈了纽约首例埃博拉病毒 同时 敦促联邦政府继续为医院的 埃博拉防御项目拨款 身皮厚厚的装备 这还不够 还要戴上双层手套 系起长长的围裙 头戴遮住整个脸庞的眼部隔离镜 还有升级版的个人防护设备 装备完毕后 再来确定医生的舒适感 以及防护的严密性 周一 纽约市立公园系统 位于下城的贝尔尤维医院 展示了医护人员应对 埃博拉病毒的个人防御设备 今年是纽约治愈首例埃博拉病例5周年 2014年 从几内亚返回纽约的医生克雷格·斯宾塞 在发病后才被确诊隔离 在纽约引起恐慌 今天曾在当时治疗他的医生也来到了现场 全美相关的经费为2.13亿美元 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获得1110万 用于防备工作 由于医院的防御基金将在 2020年出道期 医院希望能继续获得联邦拨款 应对埃博拉等殖民病毒的防御 目前非洲的刚果共和国 正在爆发全球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 約有2000例病例死亡 3000例确诊病例 新唐人记者雨亭唐成 7年前 桑迪飓风袭击了整个美国东海岸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财务损毁 至今仍然有不少人的房子仍未完全重建好 周五 米代表提出为公寓拥有者重建家园 在曼哈顿的16号码头这里树立了一根柱子 显示了7年前桑迪飓风来袭时 掀起的巨浪最高达到了4英尺 可见当时的威力之大 在桑迪飓风的7周年之际 国会议员纳达勒在曼哈顿的16号码头提出 将在议会上推动一项法案 帮助那些居住在公寓以及合作公寓的民众 得以申请联邦灾难援助 让他们可以重建家园 这项法案获得了纽约州众议员牛玉琳 以及曼哈顿区区长高布尔的支持 我们都知道这些自然的灾害 在最后的世界上最高的灾害 因为它被遇到的地方 根据纽约市统计 纽约市17%的地区受到三敌飓风影响 淹水面积大约51平方英里 造成43人死亡 17000栋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其中2000栋被严重损毁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韩瑞 纽约报道 之后带您关注香港科大集会 抗疫消防阻止民选效动上任 欢迎回来 镜头转向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会 周五在科大举行集会 抗疫校方一再变更 毕业典礼的场地 并且阻挠新一届的民选 学生校董上任 反修理风波持续超过四个月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 评议会评议员沐澳峰表示 临时干事会委员福佩莹 因在过去两年 科大民主运动中的付出 以及在反送中运动中 展露的变彩 以历来最高票数当选 当日近百名科大学生 走上学务长办公室和校长室 要求见学务长周静刘和校长史卑 但未获见面 学生在场高喊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 一批反送中口号 最后科大副校长何志信 到场了解学生诉求 重新校方抽到有关竞选的 百多份投诉 但他并不在调查团队中 集会学生最后合唱 愿荣光归香港 高教反送中口号 及一二归远见 然后和平散去 新台记者韩娜 林明 香港报道 周四是万圣节 正好又是831事件 满两个月 港人发起了勿忘 831恐袭活动 而港警无差别发射 催泪弹 驱散民众 香港抗产 香港抗产者戴上面具 在万圣节这天没有狂欢 从违约游行到蓝桂方 抗议实施反蒙面法 但港警加入的万圣节 让现场气氛变得格外恐怖 港警接连发射多枚催泪弹 要驱散抗产者 有外国女子在蓝桂方 与警方辩论 最后被拖走拘捕 冒着饰品遗留现场 而10月31日 也是831港警 在太子战 无差别攻击市民 满两个月的纪念日 晚间有大批人潮 聚集在望角太子战外 进行悼念 警方使用催泪弹 驱散民众 一名72岁的老太太 在望角街上 疑似被催泪弹射中脚步 大量流血 还有一名社工 被警察打到 头破血流 一名男子 只是想询问港警警戒 现在哪 却被近距离喷上 呼叫喷雾 万圣节收一晚 警民冲突不断 南桂方周边地区 港警逮捕多名抗争者 也有媒体捕捉到 一名被警察逮捕的女子 警员直接抓住女子的背包 强行拖走进石洞区 新唐人亚太电视 众号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 已经进入到第五个月 10月31号 和香港记者站在一起 全球新闻图片展 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香港记者分享了 前线报道的感受 从6月香港市民反送中游行 7月元朗事件 831太子站 警察暴力滥捕 再到禁蒙面法后 港人持续抗争等 有12位专业摄影记者拍摄的 这108张新闻图片 全程记录了五个多月来 香港反送中运动 10月1号 香港也会有这个游行 这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看到 这张图片的话 如果你是没有轻易在墙景 你会感觉到一种气氛 你会感觉到一种情绪 这个我们觉得就是 这个新闻图片的力量 策展人阿荣说 希望透过这些新闻图片 人们自己去体会 做出自己的判断 变账了警察 看起来就觉得他是 Persetta 对 但其实他就是警察 是警察 当然他们不会 声音也不会出示 他们的这个 Warrant card 五个月来 立场新闻记者 Melody Wang 一直在抗议现场 做脸书直播 亲眼目睹了警察 滥用暴力 警察使用橡胶弹等武力时 前线记者往往首当其冲 警方也可能以调查名义 逮捕记者 截至10月18号 有2603名抗议者被捕 最小的年仅12岁 Melody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少年 也走出来了 他们的目的很纯绪 就是我想坚持我的信念 Melody表示 在前线报道 感触最深的 是港人从未像现在 这么团结 和香港记者站在一起 全球新闻图片展 在多伦多Black Cat Art Space 展出到11月10号 下一站是法国斯特拉斯堡 新台记者朱峰 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表示 剔除华为中心设备 之后带您关注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周四 美国参议院就5G和全球竞争等一题举行听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认为 美国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 剔除华为和中心等构成 安全风险的通讯设备 周四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官员指出 美国将高频频谱 作为发展5G网络核心的策略 需要调整 虽然其速度快 容量大 但信号一手阻挡 成本高昂 目前世界其他国家 都将重点放在中频频谱上 部署更快 更便宜 美中在5G技术和推广上竞争激烈 美国对于中国电信设备安全高度担忧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于11月19号 就两项针对华为和中心通讯的提案进行投票 提案将禁止接受FCC基金的电信供应商 采购华为中心设备 并要求对现有华为中心设备剔除更换 FCC将为此提供替代方案和经济补助 国土安全部官员指出 联邦政府资金有限 需要找出风险所在 进行有针对性更换 今年5月 川普总统签署了保护信息和通信技术 和服务供应链的行政令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并要求对美国电信供应链 进行为期150天的审查 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 正在制定相关法规落实行政令 新台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0月30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在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作证时表示 在反间谍领域特别关注中国 10月30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对国会表示 FBI全国56个地区办事处 几乎都发现了中共经济间谍行动 涉及美国几乎所有行业和领域 近几年来 美国开始聚焦中共发起的经济间谍战 并明确指出 中共使用人海间谍战术 国安部是职业间谍 而统战部和教育部呢 它就以人海战术的业余间谍为主 广众勃收 这使得美国的反间谍机构防不胜防 除了人海间谍战 中共还被指发起网络间谍战 绝大多数的科技间谍都和中国制造 2025计划有关 所有的间谍活动都是政府规划的组成部分 专家指出 中共经济间谍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中共是为了最终战胜和消灭对手 它不是竞争 就是说这个企业一旦窃取到技术以后 立刻就能在国家的支持下 大量的生产 并且向被盗窃技术的那些国家倾销 最终将对方整个企业压垮甚至消灭 应对中共经济间谍 美国收紧了牵重审查 并加紧调查起诉射谍人员 在这一局势下 华人如何避免成为中共的替罪羊 专家指出了方向 中共在所有的国家当中 它是最肆无忌惮地利用本国企业和本国人民 包括侨民来进行间谍活动的 对台湾华人来说的话 要联合起来对中共说不 把中共的影响赶出华人社区 这才是真正争取自己的权益 就是不做中共工具的权利 新唐记者 玲瀾纽约报道 之后您将看到牛油果变艺术品 专访世界冠军雕刻艺术家 欢迎回来 您有看过用牛油果做成的艺术品吗 我们采访到了一位两次世界冠军的雕刻艺术家 告诉我们他成功的秘密 丹尼尔布莱西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 一直雕刻到半夜 出身于意大利的他 现在居住在澳洲雪梨 他在雕刻设计上拿过两次世界冠军 他的家族世世代代捕鱼 但他决定追求他的热情 也就是雕刻水果 10年前布莱西看到一个精美雕刻的南瓜 从此爱上这门雕刻书果的艺术 2017年他雕刻的牛油果 在社群媒体上被疯传 现在他也用香皂 蜡状物和细胶材料做雕刻 这是他从没想过的 他喜欢从错误中学习 在他看雷 错误并不是错误 布莱西的作品得到世界的关注 激励了他更进一步的挑战自己 他努力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新唐人记者容诗文 王愚赫 纽约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大女性文 祝您周末愉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